歡迎繼續講天堂法庭 有七種響聲 資料來源是來自國度復興部 我們繼續講下去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講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講到天堂法庭 就是最後十二章 這就是來自國度復興部 你按照看就可以了 天堂法庭有七種響聲 希伯來書22章22至24節 天堂法庭會響起七種聲音 當我們和這些聲音一致的時候 就能夠令到神有證據 作出和他國度指以一致的判決和審判 第一就是耶穌的血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我們不可以去踐踏耶穌的血 因為耶穌的血在神的寶寨前面 就釋出的證據證言 當我們和耶穌的血所做的見證對稱的話 就能夠得罪救恩 夠熟的大能 不至於被定罪 第二就是新約裡面的中寶 指法治體系裡面的仲裁者 或者是調停者 耶穌就是在天堂法庭裡面 為我們作為中寶 所以可以在聖結的神 聖結裡面為神的要求做擔保 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 令到我們 關乎我們的事 都能夠有這個合法的定位 第三就是被承傳的二人的靈魂 在希伯羅書第十一章已經說過 就是那些已經離世的 如蟲雲彩般的見證人 在天堂法庭裡面發聲 為我們當中某些人做見證 因為我們需要完成他們曾經寫命 要完成的工作 第四 審判眾人的神 希伯羅書第十二章 二十三節就說明 這個神是我們眾人的審判者 在天堂法庭裡面 有很多證人和情願的案件 但是至於各位公義的大法官 能夠作出至終的判決 第五 這麼多長子的會 這個諸長子集合而成的教會 就是叫Ecclesia 就是天國的議會 這個也跟希臘的議會 是有類似的情況 Ecclesia就是 已經獲得在天堂法庭的體系當中的發言權 以及有管轄權 令到天堂書卷所寫的能夠在地上執行 並且對抗黑暗的勢力 第六 就是共聚的總會 這詞就是希臘的原文裡面 就是普世聖的夥伴的關係 經文裡面就指 圍繞主寶座敬拜他的群眾 在天堂的法庭態度裡面 有圍繞寶座的敬拜 當我們敬拜 我們就被提升到天上的寶座前面 有份在天上宣布判決的過程 而第七 就有千千萬萬的天使 天使就是報信息的使者 舊約出現了很多次 而在天堂法庭裡面 眾天使用到有重要的任務 就是收集並且呈上證據 神需要作出報信息的時候 他們就會提出必要的證詞和證據 好了 先講到這裡 待會回來就講到天上法庭的運作模式 待會回來再講